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将为投保的钱存放在银行中的原因 对冲基金解除对瑞士法郎的压注 因瑞士央行可能采取鸽派政策转变的风险增加 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的问题 德国的林德纳认为商业房地产正在调整中 亚洲的房地产市场是否过于坚韧而不利于自身发展 请大家收看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将为投保的钱存放在银行中的原因 CNN 银行业的无保险存款风险再次引起关注 纽约社区银行NYCB的股价在过去两周下跌了57% 因商业房地产贷款损失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 中间贷款价值急剧下跌可能会引发存款人的银行挤兑 这些存款人的账户余额超过联邦保护的25万美元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 但是NYCB存款的45%保险仍然是该银行和整个行业面临的风险 需要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人会将无保险存款存放在银行 银行为什么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根据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的说法 美国所有存放在银行的资金中约有40% 即8万亿美元是无保险的 对冲基金解除对瑞士法郎的压注 因瑞士洋行可能采取鸽派政策转变的风险增加 彭博社 在瑞士国家银行 S&B不再通过购买支持瑞士法郎 并可能很快降低利率的猜测之后 对冲基金开始看空瑞士法郎 来自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每周持仓数据显示 荡杆基金在截至2月6日的一周内成为瑞士法郎的净卖方 而在此之前的一周非常看涨 S&B的购买一直是该货币的关键支撑 这对消费者价格施加了下行压力 自去年12月底以来 瑞士货币对美元贬值了近4% 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的问题 外交政策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工智能委员会 Enscape的一份报告指出 美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整合威胁到技术竞争力并限制了创新 报告强调市场集中和资源获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 导致公共导向创新的不足 报告还指出 人工智能发展缺乏多样性 限制了构建的人工智能类型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议建立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 Nair 为研究和开发提供资源 摆脱科技公司的控制 然而 Nair项目存在着巩固其声称要对抗的利益的风险 大型科技公司将从其倡议中受益 报告还对人工智能领域缺乏公平竞争环境表示担忧 工业投资远远超过公共投资 拜登政府试图解决大型科技公司集中经济权力的问题 但Nair等倡议可能会削弱这些努力 此外 对人工智能的公共投资可能会引发利益冲突 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 报告呼吁更好的评估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利益 并明确阐述公共投资将如何使整个社会受益 德国的林德纳认为商业房地产正在调整中 彭博社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警告称 由于利率上升 商业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段调整期 林德纳表示利率高于预期 许多公司不得不调整他们的预期 林德纳的评论是在纽约和东京的小型银行 受到商业房地产违约风险上升的冲击之后发表的 商业房地产行业由于去年利率飙升 和远程办公的转变而出现下滑 根据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的数据 德国银行在欧盟主要经济体中 拥有最高的跨境商业房地产风险敞口 亚洲的房地产市场是否过于坚韧而不利于自身发展 南华早报 美国商业地产行业的动荡已经蔓延到欧洲 德国银行现在也面临金融传染的压力 然而 亚洲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四年中表现相对良好 除了中国疲软的住房市场 在住宅领域 该地区主要城市二手房市场的平均价格要么反弹 要么继续上涨 在商业领域 办公和零售行业的租赁活动相对强劲 资本价值下降的幅度没有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大 廉价航空公司SpiceJet削减工作以缓解财务困境 彭博社 印度地盈利航空公司SpiceJet计划裁员 并实施其他削减成本的措施 以改善其财务状况 该公司计划通过这些措施 每年节省高达11卢比 约合1200万美元 其中包括人力资源优化计划 在过去的五年中 该航空公司报告了近550亿卢比的亏损 一直在努力与印度拥挤的航空市场中的 大型竞争对手和新兴公司竞争 SpiceJet在去年12月的市场份额下降至5.6% 而在2023年初约为7% 该公司上个月筹集了74亿卢比 并拥有一支主要由波音737飞机组成的机队 其中25家因付款问题而停飞 股市对私募股权的新常态非常喜爱 彭博社 私募股权行业正在经历复苏 专门从事这一资产类别的上市公司 股价表现强劲 情绪的变化是由于人们 对利率已经达到峰值的信心 股市热火朝天 这可能导致企业并购和新股发行的复苏 使收购公司能够退出成熟投资 并分享任何收益 此外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上市公司将传统私募股权 转向信贷和二级市场的多元化 为传统私募股权活动 带来了不同的周期 今日股市 亚洲市场表现不一 大多数市场因节假日而关闭 标普500指数突破5000点 美联社 周一 亚洲股市表现不一 大多数地区市场因假期关闭 而美国期货在标普500指数 上周收于5000点以上后微跌 上周五 标普500指数上涨0.6% 首次收于5000点以上 报5026.61点 这是该指数一个月内的第10个记录 华尔街的上涨受到了通胀降温 将使美联储通过降息减压的希望的推动 刚果的Sofibank正在考虑股权合作伙伴 以期望实现区域增长 雅虎 索菲班克银行 Sofibank SA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第四大银行 其董事总经理表示 该银行正在与潜在投资者进行谈判 以出售公司的股份 以便在次区域的新市场上扩张 索菲班克银行 在过去十年中将其资产基础增加到约12亿美元 并考虑引入战略股权合作伙伴 如其他银行 以为其进军几内亚 刚果共和国和赞比亚的扩张计划提供资金 越南为吸引外国公司提供芯片激励措施 日经亚洲 越南为帮助发展半导体行业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 和其他激励措施 以在中美芯片战争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越南的芯片国家计划将通过科学基金 和与私营公司的联合国家研究提供行业补助 从英伟达到三星 各公司都希望在越南扩大其芯片业务 越南将从美国的CHIPS和科学法案中 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并已经承办了英特尔全球最大的测试和组装工厂 平衡行动使印度尼西亚成为新兴市场处 彭博社 印度尼西亚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该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平衡 新领导人需要继续推行青山改革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同时还要管理中国经济放缓的风险 印度尼西亚对新兴市场投资者来说是一个福音 其股市在过去20年中表现优于许多其他市场 然而 领导层的变动引发了关于这一趋势是否能够持续的疑问 新总统还需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并在疫情期间实施的紧急政策逐步撤退 选举结果将决定 印度尼西亚是否能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 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中国的经济困境几乎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因为国际市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中国的特定问题 如房地产和监管 并不妨碍美国的增长 并且它并不处于推动市场增长的长期科技主题的前沿 中国的衰退也有助于限制生产者价格通胀 并为利率下降提供了乐观情绪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下滑将对全球产生益出效应 但目前来看 这个问题似乎仅限于金融市场和情绪方面 对人民币的需求不足和中国的去美元化努力 进一步限制了传染的潜力 总的来说 只要中国能够避免经济衰退 世界其他地区就可以享受龙年的好运 新任印度尼西亚总统在保持该国微妙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平衡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而中国的经济挑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限 澳洲债券在亚洲假期期间美国CPI公布前下跌 市场动态 雅虎 亚洲市场因农历新年假期而关闭 然而 澳大利亚债券和股票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前出现下跌 许多投资者正在期待周二的数据发布 以了解美联储未来的经济路径将会是怎样的 PayPal的新老板冒着达不到低目标的风险 路透观点 PayPal的新任CEO Alex Cris正在投资于创新 例如更快的结账方式 以试图恢复公司的620亿美元估值 然而 Cris警告称 这些创新在近期不会增加利润 该公司正面临来自苹果等竞争对手的日益激烈竞争 后者在在线支付领域迅速获得市场份额 此外 PayPal还面临来自银行的竞争 因为其Venmo服务与Sell竞争 由于这些挑战 PayPal的估值在10月份达到历史低点 Cris最近宣布了一系列创新 希望能产生更多收入 但他对2024年美股收益保持平稳的预测 另分析失望 Cris承认 重新激发对PayPal的兴趣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经济学家表示 衰退风险正在减弱 但政治紧张局势对经济构成威胁 雅虎 由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学家协会 NAPE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仅有25%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 预计美国今年会陷入衰退 该研究发现 任何经济下滑更可能是外部冲击的结果 比如涉及中国的冲突 而不是国内经济因素 如较高的利率 然而 对NABE调查的回应者仍然预计 通胀将超过美联储的2%目标 持续到2024年 一年前 大多数预测师预计 美国经济将在美联储提高利率 以抑制通胀的情况下陷入衰退 诺和诺德的控股股东 计划到2030年 每年投资高达70亿美元 FT 雅虎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丹麦肥胖药物制造商 诺和诺德的控股股东 新颖控股计划到2030年 每年投资高达70亿美元 新颖控股的投资部门 新颖诺德基金会上周表示 将以165亿美元 收购关键制造分包商 Tetalent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 最新的新闻内容和深入分析 今天我们谈到了几个 不同领域的话题 包括银行无保险存款风险 对冲基金对瑞士法郎的压注 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 合作伙伴关系等等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 银行无保险存款风险 为什么有人会将 为投保的钱存放在银行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根据教授劳伦斯 怀特的说法 美国所有存放在银行的资金中 约有40% 即8万亿美元 是无保险的 这可能是因为 人们对银行的信任 以及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稳定性 不过 这也提醒我们 无保险存款可能存在风险 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 如商业房地产贷款出现损失时 因此 我们应该谨慎对待无保险存款 并在有需要时进行投保 接下来 让我们来谈谈对冲基金对 瑞士法郎的压注 最近 瑞士央行可能转向 鸽派政策的传言 引发了对冲基金对 瑞士法郎的卖空行为 这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预测 如果瑞士央行不再通过购买 支持瑞士法郎 该货币的价值可能会下跌 这对通胀产生了压力 同时也对消费者价格施加了下行压力 然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对冲基金的压注 并不一定能够准确预测市场走势 市场是非常复杂和不可预测的 再来 让我们来谈谈 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人工智能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 人工智能行业的整合 威胁到了技术竞争力并限制了创新 报告强调市场集中和资源获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 同时也指出人工智能发展缺乏多样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议建立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 以提供研究和开发所需的资源 然而 这个倡议也存在一些风险 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可能从中受益 报告还呼吁更好的评估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利益 并明确阐述公共投资将如何使整个社会受益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的支持和平衡 以实现持续的创新和发展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局势 印度尼西亚的总统选举即将举行 这对该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平衡非常重要 新领导人需要继续推行轻商改革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同时还要应对中国经济放缓的风险 印度尼西亚对新兴市场投资者来说是一个福音 其股市在过去20年中表现优于许多其他市场 然而 领导层的变动引发了关于这一趋势是否能够持续的疑问 新总统还需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并在疫情期间逐步撤退紧急政策 选举结果将决定印度尼西亚是否能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 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深入分析 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